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圣经马可福音 十二章第四节,有一个文是来 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了好久 问他说,见面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 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 是唯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 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奸命更大的了 那文是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 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 并且尽心尽致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 就比一切番祭和各样祭司好得多 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 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 从自由再没有人敢 再问他什么 耶稣啊,跟大家去分享 这个天国的道理,真理真相 这样的好消息啊,叫福音 那么 这一节里呢,其实是 应该是这么一个场景啊 耶稣呢,跟这个一些这个民间的长老啊 这个祭司长啊 这个文士,博士,法利赛人,撒布格尔人,习绿党 等辩论关于番祭和祭司的事儿在这儿 那么这个民间的长老这些人呢 那么他们是搞什么?搞番祭啊,搞祭司 他们其实呢,就做成一个产业啊 那么最早不管是说以色列这个民族,还是犹太这个民族,包括全世界其他的民族 包括我们中华民族啊,也是啊,都有祭司 这样呢,这个一个仪式,一种活动 那么真正祭司是什么呢? 其实祭,是祭物啊,摆放的这个物品啊,摆放的东西 私呢,就是私啊,侧后嘛 那么就是具体到人啊,自己去在那儿汇报工作,叫私 意思呢,就是把自己一点时间劳动所得啊 那么有形状的产品啊 打的烈啊,重的庄压,摆在那儿啊 去跟自己的这个良心良知啊 去对话,说这个东西呢 不是偷的强的骗的啊 是我用劳动的汗水啊 换来的啊,这个是付出劳动得来的 那是对得起良心良知的啊 自己跟自己对话啊 要检讨自己是不是有偷啊,有强啊,有骗啊 这些行为啊,进行自己这样的一种活动,一种仪式 那么再后来演变成 有些人呢,就是找不到自己了嘛 因为祖宗也思考 实实在在的,确实我们也找不到自己 说我们在这个身体里头在哪儿呢,也不知道 究竟在哪儿也搞不清楚 但是呢,感觉到有自己的存在 那怎么办呢 那么有些人呢,就认为啊 自己没有个灵魂啊 那么,但是祖上又传下这种祭司,那怎么办呢 那就有一个神明啊,有一个老天爷啊 或者有什么仙 当然这些更是后来的传说 还有一个呢,就觉得这些也没有啊 那什么有呢?那肯定祖宗是有啊 列祖列宗,那么他们死了啊 还还还在,有这个魂啊,有魄啊 啊,那么去跟他们汇报 啊 就是用一词,说列祖列宗在上 你监督我啊,神明 你监督我 来使自己啊 呃,简点,繁形啊 回改自己的这个错误的行为 当然没错误行为最好 那么回改错误的时候就要有所见证 那么你呃,摆上积物啊 这是正名,我这是自己啊 这个这个劳动所得 自己劳动付出换来的 再后来就 就文士博士多了嘛 啊,有学问的人,识文识字的人多了 啊,为了就自私嘛 这样的祖宗不明白道理啊 就开始啊,以词与切记 就通过掺沙子啊 把祖旬啊,改一改,加点东西 再弄一下啊,模糊边界,转移概念 还能这样的自己心也能安点啊 再一个呢,转化的叫大家 啊,就是好像有理论根据啊 有理论基础,祖宗,列祖,列宗留下的 就什么呢,以为这些 祭物啊,就摆放的这些产品啊 是给祖宗吃的 给神明吃的啊 是他们要享用啊,这就 那么既然这样啊,那么就会打着 祖宗的旗号,征收民子民膏啊 特别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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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大型的祭祀活动 因为你后来有了所谓的乡村、镇、市、县、国啊 那么就有一些集体的,包括一个家族吧 也比较大嘛,也是有家庙嘛 也有这种集体的大型的这个所谓的祭祀活动 那么祭祀就要给美家出嘛 出这个祭物啊 也都是供养啊,神明、供养、列祖、列宗啊 就再后来演变成就是这个香要烧香啊 还不光说要摆祭物,还要烧香 还要磕头 再后来呢,就演变出来这个香呢 要正过来绕三圈,反过来绕三圈 上下摆三下啊,各种各样的仪式 然后说叫什么 叫这个,阿里,或者是叫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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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颜啊 叫这个,要不神明不受啊 结果现在有三寇六百 各种各样的演变就出来了 那么以色列人也是这个样子 他也是啊 要那个,后来这个藩祭啊 我们那讲,那么那是祭祀 那么藩祭是什么呢 祭祀啊,通常是一个季节 你有劳动所得嘛 你说农民,你种地的 你只能一年两季三季 那一年也就是搞这个祭祀 搞个两季三季的 那么这个打猎的嘛 也是啊 你没打一次 那也是回来 那要有一个周期 那么通常这个祭祀呢 时间比较长啊 一段时间的几个月 甚至于一年 因为年头月尽了 一年的收获 没事干了 冬天来了啊 不管是南半球 北半球 冬天来了 没事了 你这庄压 都不生长了嘛 温度不合适了 神也没法操纵 这个植物肉身了 那就闲下来啊 静下来 就思考人生的问题 那么才有这种祭祀活动 那么这个番祭呢 实际上就指着饭祭啊 饭为什么叫饭了呢 那么就是用火 把食物做熟了嘛 吃饭 那么东西方也都是一样 吃饭 后来由于 现在基督教有谢饭嘛 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饭 因为民以食为烈 人人都要吃饭 一日三餐四餐啊 两餐啊 要喝水 这是规则就这个样子 你不吃也行饿 所以呢 我们是每天每时每刻 都离不了的 比如这个饭 那么一天通常以前祖宗 我想我们现在一日三餐 甚至有人四餐 还有午餐 七餐 十餐 你想有的就是不停的吃 有的呢 一天一餐 还有壁谷的几天一餐 这都无所谓 你自己选择吗 给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但是你必须吃啊 喝水 那么说做饭的 吃饭的时候啊 那又用动火吗 说这个饭子 还带火啊 那么吃饭的时候 我们这个饭食 也要减点啊 一天两次 那时候基本上古代的时候 就是一天吃两餐 不像我们现在又讲究 还有个午餐 就是早上出去干工 做工以前吃一顿啊 干一天工 回家啊 再加一顿 那中间的呢 就不动火了 你饿了就带点干粮 吃点果子 吃点水果之类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吃饭的时候 这个饭当做祭物 来给你自己撕 我是不是这个饭 不是正道来的呀 你要的 也好说我舍欠别人 我承认 我找别人讨要的 那么是不是啊 顺路顺手牵羊 偷了邻居的呀 或者是啊 偷的抢的骗的吗 所以也要叫翻计 当然了 这个叫 这些文士 这些有学问的人 知识分子 历代的祖宗 这么一演变啊 又成了更大的一种啊 成了 假这个饭了 不是吃饭的饭了啊 要改变 因为改变以后 可以付出更多的信息啊 增加人们的想象力啊 可以 可以漏到更多的民脂民膏 特别这个饭气搞得 因为它根据很平啊 就演变成啊 这个饭气啊 烧火气啊 你该带火子吧 实际上是一样 他跟你演变一下 说我们要烧烤动物 烧狗肉啊 猪肉啊 羊肉啊 牛肉啊 虎肉啊 熊肉 豹肉 鹿肉啊 不管是什么肉 烤的时候 是指烤肉啊 人吃个烤肉不容易啊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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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又是生吃啊 烤肉啊 好 大家就说 搞这一个 那么 在这个时候啊 也要去 因为祖宗定的就是吃饭 也要去撕一下嘛 所以 搞一样活动 叫大家都参加 多来贡献这个 什么皮啊 毛啊 肉啊 举办 因为这个东西也是给祖宗吃的啊 跟神明吃的 搞得大啊 经常举办 再后来演变就更多了 因为要弄更多嘛 哦 这个番祭 有讲究 讲究什么 那个祭司有烧正三圈 反三圈 上下摆几圈 三扣六百 啊 还有箱头要冲下 哎 嗯 要摆成一个什么牙 哎 那个番祭呢 那就要演变演变 演变成什么啊 就是这个皮毛也要烧掉啊 烧烤的时候啊 内脏也要烧尽啊 烧得彻底啊 这在表示新城啊 叫祖宗都吃了啊 叫神明都吃了 所以呢 就到现在就更堕落了 实际上这些祭司 番祭在耶稣那个时候 也已经都堕落了 为什么耶稣就搞祷告啊 就是说 所谓的宗教改革啊 祖宗教训下来了 别去搞什么祭司了 哎呀 别搞什么番祭了 嗯 就是借词啊 搜寡 名指名高 搜祭物啊 嗯 中包私囊 所以呢 就只要祷告 只要去跟自己的天父 跟自己的主 跟真正的自己的良心良知 跟真正的自己啊 去念祷就可以了 就所谓的 叫祷告 那后来现在 其实都没有祭了 都是祷告 祷告就是死嘛 那么跟大家一起讲 嗯 这一个呢 那些祭司长们啊 祭司长是搞祭司的嘛 民间的长老们啊 这个西律一党到八党们啊 加十二党也有可能 啊 这就是这个 这个 撒族干人 法律塞人 文士 博士啊 博士嘛 学的多嘛 文士啊 要认识文字啊 知道祖宗 那个信息的传递是 胡解八解的 哎 什么都是文士 什么都是博士 做成产业了 哎 有一个利益集团 那么 这些人呢 那当然了啊 哎 就就就 反对 你耶稣来讲这个 真实的番祭和祭司 是什么意思 那不行 结果呢 耶稣是 明心 见性 通达 啊 知道啊 神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基督 那是就是成功做成人 用耶稣自己的话说 就 在做的啊 没尝到死的滋味 就已经知道天国消息的 真理的 那这必有嘛 就有 那就是他 耶稣 他已经都通达都明白了 那当然 就一辩论 这些人就辩论不过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 耶稣回答的好啊 那么这个文士呢 不是说所有的文士 所有的基督 这些人 都是 那个样子 总有一些有境界的 哎 同时刚好 也训然久了呢 也有反思啊 那么也有他的认知 当然了 嗯 一历来都是先入为主啊 你先叫人家 给予了这样一个逻辑 那么也要改变 也不容易 像这个文士 哎 有一个文士 这个文士 很了不得啊 耶稣都最后 给他很高的评价 那么 你看耶稣讲的 这个 这个好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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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甲骨文啊 那 那 石头文 陶文 这个甲骨 这都讲出来了 那凡基和基斯 是啥意思了 那就 啊 就从另外一个方面 啊 问耶稣 那么你 基斯 司的时候要干什么 要有诫命啊 那祖宗都给留下来 这些传统 因为祖宗就是通过 这个东西来认识真理的 所以你要有持戒 什么叫戒 就是指指嘛 那么指指的 不能做的一些东西 都哪一个是最要紧 我们最不能做的是什么呢 啊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也后来就 贱命 贱命就是说 这个 警戒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名字啊 用中文的字 就是指 人类的活动 在乌尔古龙城当中 存在的过程 称之为命 那么 贱命呢 就后来也没成命令 就是一种指令了 在这呢 这个贱命 在耶稣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祖先 也是大概在几千年以前 这个贱命就是指指令了 而不是说原始的这种 指指啊 什么这种行为 那么 第一要紧呢 那么第一条 要祖宗给留下的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把 这一段也讲进去 就是说 以色列啊 你要听 主 我们神是唯一的主 这一个呢 这个风格呢 是后人模仿祖宗的口气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 现代人模仿古人 以古文的形式 讲进去 这就是在什么赞美诗啊 什么 以赛亚书啊 所罗门的 那个是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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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诗里头啊 那些书啊 那里头 这个风格吧 其实呢 这一个耶稣能不能耍 能耍 以色列啊 以色列是谁 那不就是雅各改名 叫以色列吗 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 那么 说你要听 这是就说后来了 因为以色列要听 是雅各的神了吗 那么 主我们的神 主我们说过吗 就是和亲 那个真的 那么也就是神 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那么在这是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 每一个的那个神 是独一的 每个人的那个神 只有一个神 任何一个人 不可能有两个神 说以色列人 你要知道啊 你不可以说 好 我们有两个神 当然了 我们现在 大部分人呢 那么 有一些是 有一些呢 有些人认识到啊 我们这个 有两个自己 我们会认为 有两个神 所以耶稣 来跟大家分享 天国的福音啊 这个真理真相的时候呢 也讲到啊 不可以 以色列的祖宗 犹太人的祖宗也有啊 不可以再拜其他的神 就是说 就相信自己有神 还拜物质 所以说呢 不能拜偶像啊 也是 就是说不能拜 我们在马太福音里 都讲过嘛 就是说 觉得自己有两个啊 实际上 这确实是自己感觉 有时候自己觉得矛盾嘛 办一件事情叫纠结 那就是觉得有两个 所以觉得 好多人说 人有两个灵魂啊 有两个主 两个神 那么耶稣在这 要是耶稣说的 那么他也是啊 是独一的 任何一个人的神 都是独一无二的 只有一个啊 后面那个文神也讲嘛 那么这个要尽心 尽性 尽义 尽力 爱主 你的神 就是爱自己的神 因为自己的人 是圣洁的啊 就是那个道理 我们都是人嘛 都是带着这个道理来的 这个真理 都在我们的心里头 究竟应该怎么做啊 做人的一些标准 都在我们的良心良知 所以叫良心良知啊 那么我们就要去 爱这个真理 爱这个真相 爱自己的良心良知 爱这个做人的这个标准 那么怎么爱呢 尽心尽力的爱 爱说也是话 就是我们说 哇是抬不过一个旅 就是哇里抬不过 两个字 平等 那平等就是爱 你能够任何 平等对待 那就是爱 你其他的说过分的 不平等舍己的 那当然也是爱 你舍己是可以 但是要分场合 所以这一脚又多了 什么慈悲多快 方便出下流吗 那就是你好像是 你很慈悲 那个结果你是在 不是爱 是舍己 你愿意舍弃吗 但你那不是爱 那是叫陷害 那叫 害别人 叫害人嘛 当然有这点道理 以后跟大家去分享 那么就是平等 平等就是爱 那么你就要认识到 自己的这个 跟自己的天赋 就真正的自己 在天为父 我们那个 没污染的 那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以后被污染了 所以感觉有两个 两个合而为一 那就是明心见性 跟天赋相见了 因为天赋和那个是一样的 那么在物质世界 你能够知道了 跟天赋相见了 那就是 还有后悔药可吃 可以改正嘛 那么符合天赋的标准 所以我们中国人 族能叫 人不畏己 天诛地孽 人不是为了自己的 那个灵魂而活着 人不是为了自己 那个神 内心当中那个神 人不是为了那个 真正的自己 不为了自己的良心良知 活着 那天道法则是要诛灭的 因为什么 自己的良心良知 最后自己去面对的时候 都要慌张的 所以呢 天地啊 那么蕴含着这个真理 和我们心里的一样 那肯定要去 对我们性惩罚嘛 就是要去 叫诛灭了 天诛地灭了 那么 其次 那就要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是什么 就是说 还是体现了平等啊 要 对别人 像对自己一样 对自己 像对别人一样啊 这是一个 圆啊 画圆了啊 一个圈画圆了 那么就是这个样子 你也不能说 啊 我只管自己 那叫自私了 那不就不叫平等啊 同等的为止 任何人都一样啊 待人如己 待人如己就是你 别人自己和自己以外的 是等 相等的 这就叫待人如己嘛 再怎么说 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样 如己 啊 如 这又讲到字了啊 咱不去过多的分享 这些什么所谓的 说文解字 这个含义了 如己就是 待人如己就是 把自己 和自己以外的任何人 啊 都当作自己 就是画了个等号嘛 这就还是平等嘛 平等平等就是等号嘛 平等啊 没有差别的等 那么 要安然如己 再没有逼这两条 严命更大了 这就是啊 祖宗跟我认 祖宗认识到的 给我们留下的这种 疑讯啊 这种指令 就是要 嗯 维护 确实啊 我们 人活着 这个世界当中 就是为了自己的神 自己的主 那个真正的自己 去活着 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原来是圣洁的 来到物质红尘被熏染了 被污染了 脏了 哎 我们能够节性 哎 成圣 所以呢 把自己的这个神 为自己的神而活着 能够维护他的 呃 纯洁 维护他的神圣啊 圣洁 所以呢 那就是为了他活着 我们来做人 什么叫做人成功呢 就是 能够尽心尽心尽力 爱自己的主 爱自己的神 爱自己的灵魂 爱自己的良心良知 啊 嗯 并且呢 爱人如己 就是 实际上这两条是一样的 哎 爱人如己 也体现了原则的即使 就是平等嘛 啊 那么 再没有比较更大 那我们是一听 啊 耶稣不光是 番祭和祭祀讲的好 哎呀 这个也讲的好 所以呢 他也发明了一谈 他的看法 那么 这就是交流嘛 这个就不是争执 因为这个人呢 这个文师呢 跟别的文师不一样 那么就说 父子说 就只是耶稣呢 承认他是老师了 父子就是老师嘛 啊 师父 啊 神是一位 实在不错 确实实 啊 任何一个人的神 只有一个啊 不可能有俩啊 因为 确实一个 既是 全体 全体既是一 啊 这一个大家自己一品 你就知道了 因为都一样啊 那么 这个 实在不错 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所以有的人会认为 还有 二郎神 啊 什么叫二郎神 就是 就有这个神 还有那个神 啊 还有什么财神 等等 那都是不懂得演变出来的 实际上任何一个人 只有这一个神 啊 不可能 实际上我们有纠结 是因为我们 把错误的逻辑 第二套逻辑 神底怎么体现出来 通过逻辑来体现出来 通过理来体现出来 那么体现出来 我们建立这个错误的理 就会有矛盾 所以说啊 有的人 啊 既拜那个 又拜这个啊 就是觉得有两个自己 啊 一个自会自己欺人 一个是实实在在 当然了 这两个合而为一了 就是那个假的去掉了 然后尽心尽智啊 尽智 这个就是换个说法 其实也都是好的 这个智能 以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嘛 智不是好东西 尽力爱他 又爱人如鸡 就比一切 啊 班纪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 因为那个时候的 所谓的班纪和祭祀 已经变了味了 那么再说过来 就即便保持着原汁原味 啊 这文是给耶稣传达 这么一个信息 那么也是 通过班纪和祭祀 来爱尽心尽性 尽力尽 智啊 尽力啊 爱自己的这个灵魂 爱自己的良心良知 一样的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不过 采取的这个这个方式不同而已 你 呃 这个比喻呢 那佛教里头有如法度质 那么就是有一个方法 不 还没有做到的时候 能通过外在的一种约束啊 外在的帮助啊 加持啊 让自己认识到 啊 维护爱自己的主 爱自己的神 那么耶稣一听 哦 你算是听明白了 当然了 前面是有争论的呀 大家都在这不服啊 呃 就是就是 那 不 你也不论 不让我们摆这个祭物给祖宗吃 你忘祖啊 你那 干种干样的都有 那一听是狡辩理 所以这个文是单独啊 跟耶稣 讲了这么一番话 我们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 所谓的智慧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有层次有境界啊 不是 呃 这个智慧 智慧 什么叫智慧 嘿嘿 就是 其实就是知识 就是信息 回答的呢 在这这个智慧呢 当然了 这是文字翻译啊 因为翻译的翻译者认为智慧是个好词啊 智慧为什么不好呢 就问老子 老子就决胜弃智啊 俩胜都不好 智肯定是不那个 那么就对他说你离天国神的国近了 不远了 那么还为什么呢 他有点距离 因为认知不是说一下子就达到那个境界的啊 那么他还说就比一切番级啊 和这个各样祭司好得多 那么他其实也是从事这方面的 那么这个认知呢 毕竟慢慢的洁净嘛 我们就是污染了 脏了 能有洁净 也慢慢的 那么他离得很近了啊 那种人的层子高 他至少赞成啊 耶稣所讲的这个翻译和祭司 那么自己会错了吗 可以改吗 以前所从事的那些活动宣扬的理论 他懂得去那个 所以他有一番感慨啊 那比那个要好得多 那耶稣就跟他讲啊 你离神的国 就是你离这个复活 懂道理 已经不远了啊 从此以后再 没有人再敢再问他什么 那么 这个地方下的有点 这个这个结论呢 因为耶稣以后还有人问他 耶稣还讲 这就所谓一问一答嘛 那么 好像是耶稣就走 从那以后 没有人敢问了 就不问了 不是 也可能就是说啊 就在这个小范围内 在那个时间 那一天 再没人敢问他了 当然了 这个意思是指着 耶稣讲的道理 是太多了啊 没有人敢再问了啊 因为他讲全了嘛 实际上呢 这也是一种作为作者的一种怎么说的 认为自己信任的 自己认为是真的的 一种是最好的啊 这也是人人都如此 那么前面呢 我建议大家 这个这段经文呢 怎么就读 就是耶稣回答说 你要最要紧的嘛 第一要紧的 就是要尽心尽心尽义尽力爱主 你的神 自己的神 这个你呢 是指着自己 其次就是说 要爱柔计 再没有比这两条戒命更大 在马太福音 里面就体现出来了 因为马太也觉得 马太福音的作者 也觉得这个 马可写的是在有压力 因为有人硬要他把这些东西塞进去 所以我们 这段经文你可以按原文去读 也可以说 把以色列啊 你要听主 我们神是唯一的主 这一段去掉 和后面那个对应的文是伟大父子说 神是一位 实在 不错 除了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 这就是 整个这个圣经的风格 浪费了保罗不少的心血 这个家伙 费了好大的劲 其实保罗呢 不想去具体的讲了 有些讲就多了 保罗很年轻的时候 就是耶稣刚死的时候 他也年轻 耶稣三十多岁 他大概也就是 耶稣要小个十几岁吧 那小孩 后来 叫扫罗 又改名叫保罗 保罗有 就这个 他本身也是法利塞人 还是撒族盖人 可能是法利塞人 保罗 一些 一看呢 叫 迫害基督徒呢 挺人家 挺人家的 自己 深入到敌人的内部 去搞 做成另外一个产业 会更受益 当然了 也可能是故意 也可能是无益 就自己没人知道 这一个呢 以后再有机会的话 去跟大家具体的分享 有要分享的东西 这个经文很多很多 我们可以一一去剖析 一一去认真的解读 直接里面的内容 信息 我们都可以去解读出来 好 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